從去年以來的新聞焦點 大部分集中在惡烏跟尾巴 可能沒有很多觀眾朋友還記得 長期內戰的非洲國家南蘇丹 那裡的人道危機其實更加嚴重 聯合國機構估計 如果情況不能改善 未來幾個月之內 恐怕將會有二十二萬名兒童 死於營養不良 聯合國安理會週三召開會議 討論蘇丹地區的人道危機 官員指出蘇丹正面臨世界上 最嚴重的飢餓危機 有近一千八百萬人 相當於三分之一的蘇丹人口 都深陷缺乏食物的困境 聯合國人道組織預估 情況若繼續惡化 未來幾個月恐怕將有二十二萬 兒童死於營養不良 當地人道組織還有聯合國糧食 及農業組織都表示 即便是豐收季節 卻出現嚴重食物危機 不是因為天災 而是因為戰亂平凡 南蘇丹自從二零一三年爆發內戰 蘇丹軍隊和快速支援部隊 不斷交戰 爭奪國家控制權 已經造成數十萬人死亡 上百萬人流離失所 逃亡海外 基礎建設更是破壞殆盡 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 當地超過70%的醫療設施無法運作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 南蘇丹的殘酷內戰 正把國家推向饑荒 更預估今年將有多達 370萬名俗單兒童 面臨嚴重營養不良 公視新聞 江文編譯